在热血高校系列电影与主线漫画中 杀手集团凤仙都可以在呼亚流 这座不良势力遍布的城市位居前列 甚至可以说是唯一能与最强势力凌兰抗衡的存在 但是在凤仙刚刚成立的时候 他们不仅被人攻破 甚至整座凤仙都被其奴役 上集讲到杀手集团凤仙竟被全军出击的黑校彻底攻破 不光凤仙包括四门以及干部在内的所有不良被人拿下 就连整座凤仙高校都被人占领 然而就在凤仙已然走投无路之际 黑校的老大尹山却提出想要与四门一对一单挑 在对决开启之前 尹山也向四门简单讲述其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而当四门得知面前这群人乃是黑校的人马后 他也明白了一切 望着自己那群兄弟此时都已浑身是血地躺在一旁 一股冲天怒火也喷涌而出 于是在这数百不良的面前 凤仙初代掌门人四门与三巨头之一 黑校老大尹山的对决也正式开启 只见在战斗的一开始四门那充满愤怒的一拳 便静止轰向尹山 然而令人震惊的则是这一拳竟被尹山轻松躲过 尹山在躲过这一拳后脸上也露出了令人打寒的笑容 随后在凤仙众人不可思议的目光下四门竟被其一拳轰飞 凤仙众人之所以如此震惊 则是因为尹山这一拳轰出的角度与力量实在诡异 想不到尹山那单薄的身体里面竟然蕴含着如此恐怖的力量 而另一边惨遭重创的四门强撑着身体想要起身再战 可就在此时一股骨寒意却从背后涌出 在他的背后尹山正满脸寒光地注视着他 可不等四门有所反应他已然被尹山死死锁住 面对尹山的攻击四门根本没有任何反抗的手段 而尹山似乎感觉如此取得胜利没有什么威慑力 于是在四门即将失去意识的时候他松开了双手 虽然尹山已然助手 但现在的四门已然失去了反抗的能力 只能呆愣地跪在原地 随后在所有人的注视下 尹山一击鞭腿竟直踢在了四门的脸上 在这一击下奉仙这位初代掌门人也彻底失去了意识 而四门在被林兰掌控者大空大臣秒杀后 时隔不久竟然又被黑啸老大尹山轻松击败 不过现在的四门刚刚一年级奉仙也才刚刚成立 而大空大臣与尹山都已三年级 要知道在热高的世界中相差两岁 实力上的差距可不是一心半点 相信如果他们属于同一时代那鹿死水手还不一定 尹山在解决四门后也当众宣布 从今天开始奉仙的所有人都要听从他的命令 无论他发布的是什么指示都不许反抗 随后在尹山的命令下 奉仙的不良一个个的从柔道场里走了出来 那些赋予完抗的则被当场暴打 在尹山带着黑啸人马离开后 奉仙也陷入死境之中 从今天开始他们奉仙也将正式被黑啸奴役 不过今天所发生的一切也将成就日后 唯一能与林兰抗衡的杀手集团 从那天起四门剃光了辛苦养成的长发留回了光头 这也代表着他将彻底蜕变 成为一位可以带领奉仙在这座不良遍布的城市里 杀出一席之地的合格领袖 其实四门不知道的是 尹山之所以能够如此轻松获胜是因为 尹山在战斗的时候不光手里握着硬币 就连鞋里都安装着钢板 正是因为这些卑鄙的手段 才令其如此轻易地取得胜利 而接下来四门又将如何带领奉仙走出困境 让我们下集继续